三次的失誤,都對球隊造成了傷害 因為這三次的籌備失誤,加起來正好就掉三分 正好就是雙方的差距 有四分,都是非智者 首先上場的打者是第三棒的鄭達宏 鄭達宏今天兩次的打擊表現 第一次出身球,第二次被三陣 這球必須要壓低啦 這樣閒置,如果是球在高的位置的話 會比較有一些風險 所以牛隊現在的打擊就是 這個球,還好後面有郭敏仁 這打紅棒子可以打斷了 像甘蔗魚一樣,斷了 嗯,這個球 主要是滾動的比較慢 棒子斷了以後呢 球的力量被吃掉了 讓郭敏仁的一個佈陣呢 也站的位置也站到位置